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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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我懷疑旁邊的屋子站住 昨天我都講了這個例子 十一哥時去的 懷疑那裏有些未成年少女的雞鬥 譬如逼梁為槍 就好像阿蘭姐說 當年對社女的問題 我自己走去破門 我自己走去捉我自己去掃除 那些其實你正常是要報警的 有執法人員 他受到專業訓練 雖然受到專業訓練執法人員 是否專業 是否操守代表好呢 大家心裡有數 但你自己走去掃 會否就是李家超口中 小心五度法網呢 這個案子就是 他在這個過程之中 他有機會是盈軌的 但是我這個發覺 他不對勁 他收車資 香港不是只有的士可以收費 他們覺得 我認知 什麼叫法網先搞清楚 我有沒有 這個行動 只不過是說我找警察 不是我去執法 他們沒有執法 最重要是他沒有去執法 他只是見到 見而跡步 這個周國強都這樣說 你們想一下 因為你們警方執法不力 Benz 迫力辦事 不力不過敢 最近這個高德打車 上面大陸的Call車平台 都殺到來香港 他都幾多那些東西 譬如這個高德打車 又有地圖apps 透過 你知道大陸遊客最喜歡 或是新香港群人支付寶 都可以的 可以選擇 怎樣呢 你選擇跳標也可以 或者日口架也可以 那就彈性一點 去到這兩天 甚至連滴滴出行 最初上面最出名的那間 都來多了 又有儀約服務 又可以 又是兩隻 一隻就是包車價 即日口價 一隻也是選擇跳標 那又很彈性 甚至現在做什麼生意呢 現在是不是有些車 白牌車 車載你們過境的 嗯 他做完這隻 說24小時 你要過境 全部什麼都行 去到深圳 東莞 珠海 廣州 衛州去哪裏 你說去叫街也好 去玩都全部都行 那如果去到這樣的情況 喂 那你的市司機 李國德 或者你這班 周國強 香港政府會和你打擊滴滴出行 打擊高德打車這些中施 人家背後有什麼勢力 什麼背景你知不知 所以今天李家超會出來這樣說 是 包括你自己的的士的所謂公關頭 出來說 嗯 按住吧兄弟 不是你的勢 我好久沒做大佬那些 但最重要的這個時候 我反而覺得 你孫東哥不得慚愧 就是說 搞這麼久 人家一個滴滴落到你 就看到裏面的 用一個電話 召車的科技 他所有事情可以做到這麼多 那 香港搞什麼創貨呢 嗯 這樣說真的 敏心說 他現在不是帶一堆車隊下來 嗯 他只是拿個Apps下來 用他們本身的召車方法 然後招攬一班的士 我的估計 嗯 因為的士牌是香港發的 招攬一班人 而進去這個裏面 為我幫你去做 跟這個 就是 這個 密密送 Deliveral 那些一樣 就是說 我招攬那些店 招攬那些車隊 招攬那些人來去做 他中間去賺的 中間的 廣告也好 有節數也好 怎樣也好 但整件事裏面的就是說 喂 我們香港到底我們的創方 我們搞這麼久 就是 現在已經很厲害了 Uber裡面用到的Apps 所有的東西 已經很厲害了 但我也要提大家一件事 如果是滴滴 所有的那些 我怕有一天他發展到 厲害到 是怎樣呢 就是說 大家他只會收 用電話給錢 那些 因為我有些朋友 現在在大陸都面對很大的問題 就是 搭完車他想掏人民幣給錢的時候 就是我們老友 我們老友 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有些小姐 就沒有這些時候 沒有錢走 好 當然 看看他們在香港的情況 香港大陸不同 我不知道他們會否知道 香港文化 當然 其實香港叫車 就很多 例如你Uber 都不是給現金 一定是 都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 又不用擔心他這件事 是吧 就是 你覺得車 其實現在他們的方法 都很少是 是給現金 雖然可能你說 反應會不會 就是有給現金的選擇 因為他們叫什麼 一口價 還有呢 也有個競爭 看看他用什麼車 可能真的是 如果用的士的 就不夠現在香港的跨境 那些車做得那麼漂亮 因為我在柴灣都見到 那些是 好好服務 幫我拿行李下來 駕駛的那些 是那些 簡直是很漂亮的七人 那些豪華車 那其實我不好 對服務都是看 本身有沒有監管 如果那個平台有監管 你 你給這些市司機 就不會放棄了 譬如你 就算 如果你坐百五折 他都說你召喚 其實他某程度 想留住你 就給卡片 你繼續叫他服務 也不會太差 在這裡看本身的制度 那些人是很自然的 譬如說中國人就是要本的 你沒有監管 他就放屁 他就惡 做什麼事 去東涌 在機場坐車去東涌 你走路回去 還要上網屌 然後上網屌的人 他就拼嘴 哎呀我只去你 叫媽媽在這裡 這樣也可以 但如果有監管的情況之下 就不會輪到你惡 今早 李家超又說了什麼 他就說 厲害 他就說 今年就會加密 去到二百一十項 即是 未來這幾個月 平均一兩日就一項 我嫂子說 其實之前有什麼大盛事經濟 有 放煙火 然後被大陸客人 吊你詐騙 吊你什麼都看不到 製造成環境污染 吊心水埗這個 即激光劍就變了膠劍 那些發光彈 就變了 塌了 現在又說了 那些都已經裂平余潮 或者都不是實際幫助 很大 吸引到一些窮友 我來到香港 我不過夜 過夜我都不住酒店 至少住賓館也算好 甚至賓館不住 住麥當勞 麥當勞住不到 我就睡街 有很多報告 我花一百元二百元 三百元 那我想說 其實這個城市 所謂加到二百一十項 對香港GDP有什麼幫助 他不是告訴我們 你知道 夏寶龍特意找這個 我們的 裏法局的上位聊天 嗯 現在又交的 交的當然說 那些港力很大很大的 嗯 即是你好像其中之有一項 說 喂 我們現在在行 九龍城寨 楊威康城 杜杜都 都佈折 這樣 其實人家已經拆掉了 那他用回什麼 用回他們那個 搭的那個景 我現在告訴你 就是本來 那個景已經拆掉了 你現在強行說 重置 你不要說留那個景 其實你後知後覺 你最早你沒有想著 留這個東西 就阿古天樂出來說 其實 真的留那個景 當年這個 他呼籲政府 是他呼籲政府 下一次 可不可以這樣 有地方給他們 現在你是假裝 好像 那個景 其實是重置那個景 中間又 又是一筆錢 來的 你擺在哪裏 我不知道 他到最後是怎樣 但其實就是演賊了 你重置 你又假裝自己 好像很有先見之明 這樣去做 其實九龍城寨 心裡說 他一會兒 又被人說 戀嬰 等等 當然九龍城寨 有自己的文化 甚至是由清朝 九龍寨成本 那個版 他那塊牌 不過現在就說 雙土 保留的 他說始終都是 九龍城寨 五千萬的場景 被人打卡 應該都是 他還在這裏 因為現在都會拍前傳 再拍他續集 最少拍他兩套 不過這樣 如果你做城市經 就很想問李家昭 一件事 杜拜王子呢 這個位置 李王子 不是中東王子 中東王子 沈問龍 就叫屈永賢 寫了一本所謂自傳 在這裏 吹吹來抹嘴 然後就被麥彥瑞 這個也是騙子來的 弄壞了 他又罵你麥彥瑞 大家重點包辦 但我看回網上新聞 現在五月 下旬會來 現在下旬 最後那十天 已經二十一號 李王子完全沒有發聲 甚至看新聞 一個多月前的新聞 就是他在杜拜出現 Rap 3.0的論壇做嘉賓 那個聲稱他有幾千人 怎料他只有幾十人 甚至我是查過 那些主辦協辦單位 除了有一間有中資背景之外 其餘那些都是 入去網頁 不知什麼的東西來的 即是很老千局 很雞棚的感覺 原來上次新聞 在杜拜夾搭了雞棚 他有份去做嘉賓 然後到現在 沈問龍出來說一下 究竟阿里王子來不來 又說五月他下旬 那城市經濟又想問 李家超包不包阿里王子 五億的家族辦公室 是五億美金 會不會出現 要不需要尋人 或者訂個西瓜 喂阿里王子 出來了 你猜他開個盤會有多 來和不來那個盤 我不知道有沒有 外面的人會不會開 完全沒有他的消息 王子就沒有 提子又是他的大把 我們出一下他的圖 說一下他其他的新聞 這一宗我覺得很離譜 話說在今年頭四季 最少都五宗電力的事故 包括那些電纜炒降 有時就說是因為那些天氣 因素的影響 大家都知道 譬如今年包括中電 在原田天大停電 因為你電纜炒 他火燭 再試過港島 哇 港島東即是來那邊 停電了四十幾分鐘 甚至第二天 香港站都有中午時間 突然間又一個多小時 一些商鋪很多都停電 好了 最後 兩邊都竟然是可以有獎賞 千多萬和幾百萬 再去到近期這些事故 環境局就不如這樣 市民很不滿意 草緣包庇 你經常出鏈 影響到市民這些事故 不如整個懲罰機制 可能有些罰則 我猜都不會罰很多 正等於職安條例 現在都說 原來平均一單 罰你九千元 一萬元都不到 難怪有這麼多 工業的事故和意外 不斷會出現 完全沒有阻嚇性 但中電 一句很好處 想整個罰則 放在我們那條例上 我考慮一下 即是你香港有多賤 這個不是賤 這個不是賤 這是悲歌 你喜歡搞社工 超快說了兩句 之後就繞過 這個 就找行會就搞定 社工註冊 但是這些 對著財團 對著這些 即是基建的也好 別人一句 我可以考慮一下 嗯 那即是怎樣 為什麼政府不是強正 例子 我說要弄罰則 即是怎樣 我想問過中電 你已經是壟斷市場 以及廣燈 已經給你是武勁真獨家 一人各地去慰勞 一個筆 一個藍 然後你就考慮一下 為什麼可以讓他這麼困難 也不明白這條例 怎麼寫出來 完全是出賣香港 這些是 你會不會又賴 這些是英治時期的寫落 這樣 你不要跟我說這件事 這條例可以改 是不是 這條例改了 你現在都在說改 我覺得很簡單 為什麼你要去做一些 即是不要用打壓 現在你不喜歡說 你要去改的東西 你肯改的 你可以閘一聲 這樣就過了 即是二十三條這些 是嗎 你要過就是 連二十三條這麼重要的 你都可以 要過就過 即是可以社工註冊局 你又可以 要加幾多人 就有幾多人 暫時不是民選 加的全部 完全不是的 你說過就過 這些重大民生 後面有七百萬市民 支持著你 為什麼你一句就是 好像跟別人在磋商 好像 你大作團 你給我 整個懲罰 機制行不行 是白人知道 空政你好像遲到 我減你的薪金行不行 我考慮一下 不然讓你減 不用 即是 你想想 是否多荒謬 你把整件事幹出來 做一個普通市民 你會聽到是多荒謬 究竟哪裡拿磋 你知不知香港政府 是你拿磋的 你拿磋是我們的錢來的 你怎樣拿磋 你不行就換一個磋 最麻煩的 這件事 擺明後面有七百萬市民支持著你 你都這麼流 那你怎樣 所以現在 我們再看一張 甚至議員 也是幫不了手 經貿辦 要海外的多做義工 說好香港故事 你怎麼看 你是不是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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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貿辦 不是在那邊說好香港故事 希望人家多些投資 是做什麼的 你知不知拿多少錢人工 移工 你不要以為自己都是移工 他是不是瘋了 他是不是以為他都是移工 服務社 市民 只是因為可能他還是銀行出糧 不是他某些那些 現兜兜的那些 數給人工 李家超那些 數給人工 你看不到錢 就當自己是移工 沒事吧 在外面 是的 他們有移工 不過不知道是否移工 不知道他有沒有收錢 就是幫人收難數 那些 收很貴 九十幾萬 還要收不到 還要另一單 九十幾萬去做其他事情 要拍照 拍別人的照 而之餘你走去說幫人收難數 這樣就叫做移工 還有經貿辦職員 是有公務員編制 是收人工 還有經貿辦本身就是做這些事情 本身做這些事情 就是說好他香港 推銷他香港 或者幫議員 官員 和當地的人物 做原諾是這樣 是的 那你竟然 你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你這些 真的下屆 怎麼還可以坐在那裡 他完全不認識 人家一直在做這些事情 就是不用他們提理 這些事情 可不可以做好一點 是吧 可不可以做義工 人家一人收錢 收人工 出我們香港市民的糧 第二 我想問回這些經貿辦 你不追查一下 十四個在海外的經貿辦 有很多那些 即是職位政府沒有公佈 他們屬於公務員編職 哪一個位置 每個月出多少糧 為何倫敦那個 使我們三千多萬 下屆會使四千多萬 這麼貴 一家一家這麼多 然後你平時做過什麼 除了搞特務暗雞 那些笑話之外 然後你能否想 就說他們 就是媽媽的女人 你們說好香港故事 一向都在做緊 她做不了 她應該做這些事情 她做不到而已 真的很低能 你可以當她做義務 義工 哇 她是不是聽得過 聽得過 聽到大家當義工的情況是怎樣 就是發緊夢 還有你再看一單 今天港大 就說要查超過 大概二百人 要他們交分一些 大陸官方給你的成績表等等 話說 有一名實事生被法刑抄襲 那她看 咦 抄襲 她怎麼可以 為什麼我們港大 會收到她呢 她這樣的水平 於是叫她不如這樣 你給一些證明 你給回 你在上面 讀書 或者你那些 學士學位的證書等等 完全交不到 然後 有些媒體就踢爆了 在大陸的中介人又怎樣 你沒有學士的 他們無所謂 想來香港讀碩士 給四十萬 大約這些價錢 或者更貴 或者便宜一點 巴寶一定會收你的 而且 可能會安排你 幫你買一些美加的 所謂大學的證書等等 現在發現 可能不止一宗這樣的案子 可能很多都是這樣 生意來的 即是高財通 或者尊財 後來又不知 什麼人 黃青霞 或者千語BB 這些 他們不知怎樣來的 好 像這些所謂的 實事生 上面下來的 那些獨身 原來都奇奇怪怪 你想想 連議員 都有些都不知什麼 學歷 買國食 國食 國食 那些 買學歷的那些 那些 問題是 由你之前那宗 幫忙去英國收數 民家騰濒 乖乖乖乖地查到這麼多東西出來 先捉到十幾人 然後再看 在裏面看 沒有事的 又放不上 又搜了三個出來 而你作為大學 或者作為入境處 作為所有的事情 今天發生了這件事 你到底有多認真去處理 因為香港的大學 作為高等學父這樣去做 發生這樣的事 絕對不會是一單兩單 還有你只追過中介 落到香港審查那一班 你們本身大學審查的人 入境處 為什麼會被他們報道 你之前有沒有檢查過他們的整書 就是完全不知道做什麼 入境處等等 完全是誰把關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這些問題 壓住我們香港的位置 還有這班正在讀書的 可能已經是拿著專材下來的 是會涉及很多政府部門的事 拿著我們的好處 福利 我經常覺得一些新聞 今天出了一張圖 那個後續我們不知道的 永遠沒有後續下去的 到底兩個月後 三個月後 會不會有人因此而被捕呢 有沒有人要負責呢 有沒有幾多學生被遣返回去呢 永遠我們都是沒有的 即是只有一件事 突然間就這樣出來 是呀 跟你市民叫我交代兩聲 我們又做了事 又做了事 結果呢 即是等於上面人來到香港 看公立醫院做手術等等 走數之後 是說每年不知道多少人走數 欠了我們多少錢 那你不說追回多少 但會說追回他們多少 一如是這樣 今天這個又不是 我不知為何是已經傳媒 或者東方探社燈會不會做一個follow這件事 你今天開了個櫃 放了這個file下去 你是不是一直跟著它 到整件事完結呢 有沒有人呢 即是記者由頭到尾講第四權 第四權就是做這件事 我的認知 我不知道我沒有讀過什麼記者 我做了這麼多年 基本上就是說 喂 記者作為第四權 你應該follow下去 跟著下去 即是今早李家超說不做法網 其實我記者已經跟著問他 當中犯什麼法呢 我們今天的移民 是你記者有責任幫我們去提問 去揭露出來的 等於立法會的立法會議員 是有責任幫我們把關替所去的 今天原來你按摩到 人家收緊人工去做什麼 做得不好的 你叫人家做一下義工 原來你要多謝他的 這些就是香港今天變成 我不是認識的香港 不是這樣的 飯飯也有問題 我們接下來第二節 再講一下經濟問題 或者數據等等 非常之差